歡迎收看關鍵時刻 柯媽昨天講說 誰罵他們家的小孩 今天就會有雷工 讚 果然不錯 今天真的打雷了 而且這個雷非常的大 也真的嚇到很多人 但沒有想到這個雷 現在看起來是直向了柯文哲 又我們看到今天檢調單位開始 真的是扶小書籍 沒有想到說 今天尼澳公司的副職人戴利林 你現在看到了木可公司的李文軒 甚至包括端木正這個會計師 現在是全面的一個搜索 而搜索了你就會看到 中間的關鍵就是金流 這個金流指向的可能就是柯文哲 如果這個金流真的 你今天把競險經費轉了一個彎 進到了木可 木可又跟柯文哲有密切的關係 現在柯文哲真的 他就會吃不完都在走 而柯文哲今天也下了一個最起兆 這個最起兆裡面 大家關心的就是他用了幾個字 我世人不明 我用人不當 現在我們來講說 過去大家對柯文哲有非常高的期望 認為說他是一個醫生 是一個我們看到的 台大醫學院的教授 應該是非常的聰明 可以帶領的台灣 往正向的發展走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人既語且詐 而且旁邊根本就是一堆的 牛鬼蛇身 而可怕的是 他竟然相信這些牛鬼蛇身 真的是本來養小鬼 現在讓鬼卡在罩 卡在罩了以後進到了一個可怕的死屋頭 而且你看到檢調單位今天查的帳 所有東西都是跟這些牛鬼蛇身設的局有關係 如果你不在禮拜一的說說 我要把木可給關掉 我今天怎麼可能大動作去搜索木可 你今天如果沒有說我要去告這個會計師 我怎麼可能說我把會計師當成一個重點 所以現在本來是你怕什麼 你來什麼 而且你這個怕的東西 檢調單位已經在搜索當中 現在柯文哲真的過得了這一關嗎 現在這個雷打下來的時候 到底會打到誰呢 好 我們今天請到來賓 在大方首一的財經專家黃舟宋靖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梅島電視報董事長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自身品田姚維珍 大家好 第四位是自身品田趙宇軒 好 好 第二位是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林延鳳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自身品田黃偉 老杰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走 大場面來了 今天也太精彩了 今天居然扶小初期 然後開始進攻 真的進去搜索 搜索了以後 進到了柯文哲進辦公室 而且剛剛講的 搜索了八箱真物 八箱真物 你說現在關鍵就在哪裡 關鍵三個人李文娟 包括了端木正 包括了戴麗麟 都跟錢有關 而這個錢 如果真的咬到柯文哲的話 他跑都跑不了 更可笑的是 剛剛講到 今天檢調單位是暗途所記 你這個圖誰給的 就是柯文哲旁邊的牛鬼蛇聲給的 寶傑 下午雷公卡的時候 你會不會怕 我怕呀 寶傑 他是雷公打是什麼意思呢 2014年柯文哲從政 10年過去的時候 雷公告訴你 10年黃糧一夢 淨花水月 一切成空 這是淨花水月 沒錯 為什麼這樣說 寶傑 今天早上的時候 檢調兵分釋路 釋路到哪裡去呢 台郭大樓他找了什麼 木可公關 然後又到這個 柯文哲的辦公室 緊接下來的話 尼耀還有這個時樂都去了 再來呢 端木正的事務所也去了 釋路這麼大的陣仗 帶回了非常多的這個政務了 抱歉你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了 因為一切都已經進到檢調裡面去了 檢調是看證據辦案 尤其是你把柯木正找進來 柯木正他有你非常完整的這個金流 你拉得過去嗎 另外一個 所以大家想說 你今天整個競選中部腦袋有鬥嗎 你誰不惹你卻惹你會計師 你不但惹你的會計師 你還說你要告你的會計師 告你的會計師之後 檢調單位馬上約談會計師 而且是早上9點到現在 還在約談當中 約談這個會計師 剛剛講的 人家晚上氣得睡不著覺 對 一個晚上氣得睡不著覺的會計師 對 他會做什麼事我都不知道了 他等於是引爆了一顆未爆的 還沒有爆炸的這個炸彈 隨時都有可能炸開 為什麼這樣說呢 保證我跟你講 實際上這裡面最重要一家公司 就是木可公關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你真的要讓柯文哲有事的話 你要定掉什麼 最後的錢是留到柯文哲的手上去 真正會出事的就是在這兩個地方 柯文哲的這個木可公關 跟柯文哲的辦公室 保證你只要能夠證明到 最後的錢留到柯文哲去 那完全就Bingo了 那誰有可能會解開這個謎 那就是端木證 所以等於是他現在 他現在等於是 保證這個案子來說 檢調辦得也非常簡單 他就是看你們在講什麼 你們講什麼 你木可公關要關 那就是木可公關有問題 那結果你又說 這是端木證的問題 那簡單了 我就順著你的脈絡 我去把木可公關收一收 我是把端木證收一收 所以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來說 從頭到尾都是你們自爆 你們自爆的時候 檢調就順著你們的路 這樣就挖就挖了出來 除了正記 而且剛剛講的 這中間有個最關鍵的人物 是李文娟 剛剛講李文娟跟端木證 剛好是兩把利刃 兩把利刃剛好刺到了柯文哲的心上 剛剛講的端木證 過去跟柯文哲本來就很密切的關係 你又是他長期的會計師 你對他所有的賬當然最清楚 還有一個管理私障的 管理私障的就是李文娟 我們現在講的 現在柯文哲的基金會 柯文哲的競選總部 木可公司的負責人 都是李文娟 現在李文娟抓的第一個人 就是李文娟 那李文娟如果招的話 代表競選總部 整個基金會 包括木可公司 這三個地方的錢 資金如何流向 李文娟最清楚 沒錯 就是李文娟跟段木證 兩個人的目前為止來說 就是兩個非常重要的核心 但是柯文哲現在能夠做什麼 柯文哲現在只能夠 發出這個罪及罩 他說我承認是我 是人不明 用人不當 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問題是 有任何解決的方法 沒有 我跟你講 他不只是是人不明 用人不當 柯文哲他過去都一直覺得說 所有的人都是 唯我所用 我統領的這個天下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他養了很多小鬼 鬼月才剛開 這些小鬼現在反噬他 反噬了 很多東西他完全不知道 他以為只有他在無鬼搬運 大家都在無鬼搬運 現在完全亂成一團 他根本也無法處理 目前為止所有的這個狀況 而且我常常覺得 柯文這是什麼 聰明反背 聰明物 他真的怕什麼來什麼 禮拜一的時候 你不要把木可公司 我要關掉 誰會這麼快 聰明的木可公司 我今天沒有想要把責任 全部推給會計師 我今天怎麼可能說 我建議以會計師 為最主要標點 這個我覺得最妙的 木可公司現在發了聲明了 木可公司現在發了什麼聲明 他說本律師 僅代理木可公司提下以下聲明 這個聲明叫什麼 聲威法律公司 他說我們是清白的 要還我們清白 那廟在哪裡 是 搞不好我們再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廟在哪裡 他負責人不是被抓起來了嗎 李文娟不是不在嗎 如果今天負責人不在了 李文娟不在了 在李方全任務的時候 我要問 那誰可以發聲明 難道李文娟後面 還有一個領導者嗎 還有一個keyman嗎 還有一個義務者嗎 本來你還可以推給李文娟說 這個都是李文娟幹的 這個木可公司 跟我跟我沒有關係 那我瞎問 聲威法律事務所 你怕什麼來什麼 你要趕快推出 我跟木可沒有關係 你的負責人現在在那邊約談 負責人在那邊約談的狀況 你還可以發一個律師聲明 你不是告訴我說 木可公司背後還有高人嗎 對 沒錯 上木可公司 他真的很笨耶 對 沒錯 我就講嘛 事實上就是怎樣 檢調就順了你們 你們一自爆 你們一路自爆的過程中間 我就從中間開始去切進去 就完全可以查得非常清楚了 好 那事實上 保證他們目前為止來說 木可公司或是民眾黨 都主動說什麼 我們是主動提供相關的資料 給調查人員 不是搜索 是主動提供給調查人員 那這有什麼用呢 問題是目前為止 所有的證據都到檢調去 檢調現在也約談了戴立林 檢調現在也約談李文娟 現在也有這個端木正在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完全就是看 檢調怎麼辦案 檢調應該很快 因為我真的越看越好笑 這個這個的智商一五期 真的太妙了 我們強調我們自在成立以來 所有的账務一切的合法 卻無端被抹黑 甚感無奈 希望趕快查清楚 如果你真的這麼清清白白 乾乾淨淨 記得去查驗 你幹嘛禮拜一的時候跟他講說 我的木可公司取自於社會 用自於社會 我的木可公司現在關掉 我要把我所有的錢 全部都給捐出去 你不是此地為三百兩嗎 對 沒錯 我跟你講 事實上很多時候都是 都是他們自己跟檢調說怎麼辦案 譬如說你看 8月12號早上的時候 檢調就說用他治案 然後開始說偽造文書等等罪 然後由這個黑金專組的 這個所謂中置股來辦案 好 那結果沒想到 沒多久的時候 他們在記者會裡面講了什麼 而且他們就說 我們要把這個木可公司關掉 對 還有端木證的相關 就把所有罪責都推到端木證去 然後緊接下端木證就開始跟你幹 所以現在檢調看得很清楚 重點就是兩個 你們最在意什麼 你們最在意木可公司 所以最在意木可公司 我就趕快去保全 木可公司的這個狀況 再來你把它推給端木證 那我就去查端木證 這就是兩個點 而且你知道嗎 今天檢調單位要搜索 也不是我隨便可以搜索 我還是要去跟法院 請這個搜索票 那今天跟他講的 我今天如果要搜索木可公司 恐怕沒有任何的理由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木可是很邊緣的 可是以前我講說 木可公司要關了 木可要關了就代表你要滅證了 你不是給了檢察官 最好的申請搜索票的理由嗎 還有就是一般來講 我們什麼時候說 這麼快的去搜索會計師了 然後你們自己要告會計師 你不能怪我 你自己都要告會計師 我當然也要告會計師了 所以整個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就是表示他們自己自爆 自爆的時候指揮 我必須說指揮犯案的 其實是柯文哲他們陣營 跟你說我們這裡哪裡有事 你趕快來查一查吧 結果現在檢調就順了 你們馬上去摸 馬上就摸到這個狀況 所以為什麼來說 今天下午的雷達二港 告訴你幾乎是 黃梁一夢的這個狀況了 而且剛剛講到 現在查一下 才發現這個二樓 所有的問題都在這裡 對沒錯 這是東升我們獨家拍到的 這個畫面 保證這裡面來說 木可公司就在這裡二樓裡面 而且據這個記者說 是在很裡面的這個地方 然後很裡面的這個地方 裡面來說 除了木可公司之外 柯文哲的辦公室也在這個地方 所以顯現什麼 這個是核心中的核心 那那麼兩個地方 又在同個地方 然後甚至連這個柯媽 這個所謂陳美琴 所成立的這個公司 也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就知道 這邊木可公司這個地方來說 我只要能夠把這個門 把它打開 能夠把這個木可公司 然後跟柯文哲連上線的時候 所以木可真的是關鍵 所以今天只抓了李文娟 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說的話 恐怕真的是不太妙了 好 宇憲 剛剛找的 現在看起來本來以為說 你一開始動 你就會去動到了柯文哲 可是沒有 你說從周邊開始更可怕 因為你從周邊開始 我就開始詢問 詢問了以後 我開始鞏固證據 鞏固證據你就看到 現在一層一層的磚 已經砌起來了 這一層一層的磚 我要做一個夢 我開始要夢中捉鳯了 保證哥 這個叫做機關算盡太聰明 反誤了柯柯的性命 當然是這樣子 首先我問一下 今天檢調大家最為關注的就是說 第一個到底為什麼會去掉端木證 我跟各位講 這是誰造成的你知道嗎 誰造成的 就是柯文哲他們造成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理論上來講 檢調他還找不到名目 我沒有名有 我沒有來由 我怎麼樣去跟法院申請 我們講理論壇 怎麼申請搜索 結果你知道誰給的嗎 民眾黨給的 因為民眾黨跟你講說 對 這是端木證 端木證這個傢伙的造假 造假發票 甚至我們講的上傳這個資料 有誤 所以從頭到尾是你跟我講說 這個人非常的嚴重 而且犯法事證非常的明確 我們要講到 今天柯文哲旁邊有 這個所謂的哼哈二將 這哼哈二將 一個是陳志翰 一個就是黃珊珊 我每次看到他們兩個人 我都想到什麼 想到不耐心的誰不會抖鈴 什麼誰不會抖鈴 碰到誰誰就倒楣 然後呢 都是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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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對 為什麼 因為各位 誰要告端木證 黃珊珊要告端木證 誰說要告端木證 陳志翰草子要告端木證 誰在臉書最積極 把端木證所有的市政列狀 全部列得輕輕輕 所以說我剪掉就沒什麼好講 我就說欸 法官啊 他們都講啊 說我們不查嗎 當然查 乃外克文德真講 世人不明用人不道 對嘛 所以這兩個 你養小鬼被鬼吃了 這兩個哼哈二將給了檢調去搜索 會計師事務所 約談端木證最好的理由嘛 因為各位講 名字好笑好笑在這邊 那一般人講我們怕什麼對不對 這個地方有問題 這個地方有貓膩 趕快把他藏起來 弄到桌子底下面去 結果他不是 當然快看 就是他 抓他 就說好玩到我就抓 那你想想看 你今天如果是端木證的話 你被約過去 氣到一整個晚上睡不著 你會說什麼事情 當然都說了 反咬 就都是柯文哲 都是陳志安 都是王珊珊 絕對咬回去嘛 那再來各位 憲哥學長 誰都可以得罪 不要去得罪你的會計師 你不但要得罪你的會計師 你還去靠你的會計師 對嘛 那他一定把你所有的 你也不是切這種的吧 你切下去你切到自己的命脈了嘛 再來第二件事情 你就講李文娟 各位端木證之後 你知道接下來被約談誰 就是李文娟嘛 那你說為什麼李文娟會被約談 為什麼 也是柯文哲 也是民眾黨 也是黃珊珊 也是陳志安害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民眾黨記者會的時候 各位 那時候是不是要出來跟大家講說 尼奧時樂的假髮要死線 結果呢在現場一直在發一張紙 一直在發一張紙 大家還想說 蛤是什麼 是尼奧時樂的嗎 木可公司聲明的 莫名其妙 黑人問號 你明明要跟我講尼奧時樂 各位 整場記者會沒有記者要問木可公司 結果他們就發一份木可公司的聲明 那這份木可公司的聲明寫說什麼 我要清算了 他就說我要把所有財產捐贈出去 檢察官看到絕對法喜充滿 你知道為什麼嗎 感謝柯文哲 丞相又自見了 因為我本來還想不到 明目去查木可公司 那我現在可以拿著 去跟法官出所 他們有滅證的疑慮 而且他們有我們講逃亡的疑慮 滅證 這家公司要解散 那法官當然說什麼 好 那你去查吧 因為顯然如果你沒有做解散這個動作 你沒有做捐贈這個動作 這檢察官無從查起 頂多就是我們講的調查約台 你怎麼有辦法今天去木可公司 並分契路去搜索 而且專利 專程去木可公司 而且你剛剛講 今天檢查單位是有備而來 而且你說的一個名詞 檢調單位今天是滾動式裁案 滾動式裁案的意思是說 我去的時候搜索票 鞠票 什麼都已經準備好 今天我有任何新的發展 隨船隨鞠 對 保安哥 所以是柯文哲 黃珊珊 陳時尚 打開了這一扇檢調的大門 迎檢調入關 但檢調這一次也是有備而來 不是說我開門 我隨時便便走進去 為什麼 所謂的滾動式偵查 各位你知道什麼嗎 當我今天把端木正給壓了對不對 不是壓了 約談 約談之後呢 端木正是會開始講話 開始爆料 一邊爆料的時候呢 我包括我北基站 調查局的相關人等在哪裡守 第一個 柯文哲的辦公室 也就是我們該講的 勿可公司二樓這邊守著 還有我們講的什麼 會計師事務所也守著 開始在搜索 但與此同時 還有另外一組人 保利哥你知道在哪裡嗎 就在民眾黨黨部的樓下 就在柯文哲的腳下 就在那邊等著 放一組人 對 你知道等著幹嘛嗎 在什麼 我跟你講身上絕對帶著什麼 傳票 拘票 兩票拒錢 就放在身上 只要端木正咬出任何一個人 比如說他講到 李文娟做了什麼事情 李文娟做了什麼事情 就下一個就約談誰 李文娟 就把李文娟約談 所以端木正這邊一邊講 我這邊一邊收 我這邊一邊等著 就是把你人傳票 否則各位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端木正約一約 李文娟莫名其妙被傳了 傳票哪有來那麼快了 早就傳便宜了 而且你說現在這個火 已經燒到李文中了 當然各位 因為李文娟現在是不是也被約談了 那是代表端木正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講了什麼 但李文娟約了之後 各位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因為李文娟是以被告身份約 而李文中是以什麼 證人身份約 所以換言之 李文中會不會到庭之後 以證人身份說 我很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一切都是柯主席叫我這樣幹的 也有可能啊 誰知道 而且保理哥來 更奇妙的是這邊聲明 因為我們剛剛講 其實還有一個破口 就你是不是說 李文娟都已經被約談了 怎麼有辦法發聲明對不對 不對還有一個人叫李文中 李文中對外都宣稱說 我是木可的董事長 他也在裡面 對他也在裡面 所以各位真的沒辦法了 我真的不知道這聲明搞誰發的 你想幫木可公司撇都撇不了了 我原本還想要幫他拗 想說李文中也有可能 但李文中也進去了 所以你想想看喔 當檢調這樣滾動式的約談 一個一個抓一個一個查 那在柯文哲 在民眾黨底下等著的人 他們在等的人是誰 柯文哲 當然是柯文哲 當然是黃山山之聲 我跟各位保證好不好 這些人絕對都被立委被告 而且傳票區票隨時都已經準備好 只要壓到裡面 而且李文堅他身兼一個 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是柯文哲基金位 他是木可公司的負責人 他又是柯文哲競選辦公室的裁判 換言之他通誰 木可他也可以通 金流全面通 你要死了他也可以通 時間公司他也可以通 黃山山系統他也可以通 只要李文堅這個家夥 一旦破防 保證哥你知道是什麼嗎 兵敗如三道 所有的被告馬上傳票 一封一封一封送過去 所以現在叫做關鍵時刻 因為李文堅恐怕沒有辦法招架 而且你想說 當時彭正森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彭正森這個案子可大可小 可親可重 結果彭正森只用了一個賭職 如果彭正森這個案子 你抗拒重研坦白重鑽 他做了一個標準 大家都這樣看 因為我只要一個人 我只要一個人的向上人頭而已 我已經檢調所有的攻擊 我們都大家非常清楚的標的是什麼 都只有一個人叫做柯文哲 今天查木可是為了柯文哲 當然不是為了李文堅 彭正森是為了柯文哲 當然不是為了彭正森 所以他要什麼 檢調可能就問一句話非常簡單 李文堅請問一下 木可公司真正的負責人 到底是你還是柯文哲 如果是你不好意思 我們可能要把你壓下來 因為你涉及到背信 甚至是有偽造文書相關的問題 但如果是柯文哲的話 我們可以給你限制出去 直接讓你出去 所以各位在這種二選一的狀況下 彭正森已經做出他的選擇 就是他安安全全的回到家了 你覺得李文堅會怎麼選 你覺得現在被會到的所有人 包括段木正會怎麼選 恐怕柯文哲你接下來得要被約他 好 武總你過去曾經講 柯文哲雖然號稱智商一五七 有時候他這個政治智商笨死了 我想怎麼可能一五七 台大教授也台大的醫生 結果我現在看到這個聲明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木可公司第一個李文中也被約了 李文堅也被約了 結果你搞了一個聲明 然後說我一句合法 那我要問他 你這個聲明從哪來的 是誰叫律師發這個聲明的 你今天如果木可公司 沒有一個大老闆 沒有一個主負責人 來叫律師敢發這個喊嗎 還有剛剛講的 今天柯文哲在這個 所謂的罪體操裡面講 我是人不明 用人不道 就是你說的 他知道了 問題大了 我今天聽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笑話 就是我們的日本朋友 石板明夫講的 他說他觀察柯文哲的洗錢的手法 大概是日本大正年間的幾人手法 大正年間是什麼 我查了一下是1912年到1926年 對 落後一百年 二戰之前的 落後現在一百年 我告訴你 我們的日本朋友觀察柯文哲 整個作業 整個洗錢 整個搞錢的方法 大正時代 大正年 打工的年代 大正年代 所以說這麼多笨事情 你沒辦法解釋 日本人可以解釋 那是屬於一百年前的手法 對大家不要意外 第二個來講 柯文哲今天寫這句話 是人不明 用人不道 你不知道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一個歷史人物講過一句話 什麼話呢 軍非亡國之君 承接亡國之君 崇禎 崇禎講了 後來崇禎的命運如何 吊死眉山 這是柯文哲嘛 你講了半天就是說 跟我沒關係嘛 都是你們的錯嘛 對不對 是人不明 用人不道 那不是跟崇禎一樣嗎 但這個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說 我被騙了嘛 他被騙了嘛 那我現在還原一下 今天的案情 他精彩在哪裡 你知道嗎 其實柯文哲有一個習慣 當這個事情呢 燒到他身上的時候 他一定不是這樣 一定推出去 100% 推得很狠 他絕對不留餘地 他這幾個字就是要 他就馬上在下面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已經把 你把這個黃珊珊跟李文忠移送中平會 那移送中平會什麼意思呢 我跟你講他私下還在安排 要求中平會快點開會 這個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然後當天他離開了這個 黃國昌的直播之後呢 憤憤不平嘛 憤憤不平 因為他很簡單 他對整個事情的定義 我跟你說明一下 他對這個事情 第一就是說一件事情搞壞掉 什麼事你知道嗎 就是戴立林嘛 沒有戴立林 所有事情都沒有發生啊 有沒有錯 對 沒有戴立林出來抗議916萬 這個破口不會形成 這不是破口 這是犯罪事實 因為他講到916萬之後 讓北檢進來了嘛 對 北檢確定偽造文書了嘛 對 所以開始分案調查嘛 否則的話 北檢沒有辦法動啊 對 墓口我們 我跟宇憲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去談墓 可能沒有用啊 916萬才是核心問題嘛 當底談到戴立林的兩家公司 李奧公司 916萬要讓北檢確定 這個是一個偽造文書 陳漢開始調查了嘛 介入了嘛 那就是然後 剛剛宇憲已經講過了嘛 他更笨的就是說 把會計師送給檢察官嘛 那後面不得了了嘛 這個事情以柯文哲的定義 他本人的定義 他就火大什麼事情 就是你這個916萬嘛 三張發票 戴立林嘛 對 那個李奧公司 兩家公司嘛 沒有這個事情 什麼都沒有嘛 對 那這個公司是誰的公司 是誰的朋友 誰的 黃珊珊的朋友 對嘛 所以他講了兩句話 沒有公開的話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嘛 他說這個事情 黃珊珊事先就知道 就可以把這個事情處理好嘛 因為戴立林有講 我打給黃珊珊 黃珊珊沒有處理 對 沒有處理好 然後沒有處理好 然後第二個 還有引力不報 這兩件事情 所以這世人不明 是講黃珊珊 他主要最火大的 因為沒有這個事情 沒有黃珊珊搞好 所以才會直接送中評會 你說送中評會 搞不好他的不分區就沒了 我認為禮拜五的中評會的結果 應該這個黃珊珊的不分區 不保的可能性極大 因為到目前為止 因為他送中評會之後就 那個他們的中評會 依照規定辦的 對啊 那為什麼他要送中評會 為什麼黃珊珊的不分區 可能會沒有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現在所有民眾黨的人 群情激狼最火大誰 黃珊珊 還有一個人 柯文哲 柯文哲要負責嘛 那黃珊珊想要誰負責 想要看 端木正負責 端木正負責 下午還跑去告 他告端木正什麼目的 推責任 救自己 自救嘛 他知道禮拜五慘了嘛 今天五告 上午沒有告 下午還要告 非告不可 我告訴你就不回來了 因為我就覺得很奇怪 人家檢查 檢調都已經搜索 都已經約台 你還告什麼 為什麼 為自己告 所以今天的關鍵問題就是 現在柯文哲在自救 那怎麼辦 借黃珊珊人頭一用嘛 唯一的解決是這個方法嘛 是 老杰哥 剛剛我們節目 剛開始錄的時候 我還寫了個筆記 在我的這邊部署上面寫 我等一下你問我 我要怎麼跟你講 今天是兵分七路 觀眾朋友繼續聽我講 因為現在我們錄影半個小時以後 狀況已經都不一樣了 兵分七路 哪七路 我現在很清楚講 老杰哥你聽得懂 第一個叫做木可公司 在哪裡 南京東路 就是民眾黨的柯文哲辦公室的二樓 那因為木口公司在那邊 單據也在這裡就這張畫面 所以第一個 兵分七路 第一個叫木口公司 第二個叫快進去事務所 上班的地方 東木正上的地方 第三個叫做尼澳跟時樂 那因為這兩家公司 雖然名字不一樣 可是它登記都在內湖 同一個地方就對了 三家公司 四個住處 住的地方要搜索 李文忠 李文娟 戴麗玲 跟端木正 他們四個人住的地方 也都被搜了 所以加起來 三個公司四個住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兵分七路 好 那觀眾朋友 今天有四個人是證人身份 被北檢約談 四個 第一個李文忠 另外三個是誰 第二個就是戴麗玲 那戴麗玲她現在 目前的狀況我不知道 那還有兩個人沒有對外公開 很可能 今天如果不講說戴麗玲 已經被約談 我們也不知道戴麗玲 而且戴麗玲不是今天被約談 她昨天就已經被調查局約談 就搞了半天 她約談什麼東西 還有我們不知道的人 戴麗玲現在目前看起來 至少我在講話的當下 不過等一下會變怎麼樣 是我們大家觀眾朋友看新聞 那另外兩個人 會不會就是端木正跟戴麗玲的助理 因為端木正的助理 也是可以登的 今天不就好像講的 他也可以登嗎 所以這幾個人都是證人 可是證人不能戴律師 一旦認為你犯情重大 又或者是你沒有坦誠不會的話 那就算被告了 那另外當然柯文哲跟這個 陳佩琦還沒有被約 因為大家去告發他們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被告身份 被告身份不一定會有事 但是身份不一樣 就有戴律師沒戴律師 第二個 既然是證人 但李文忠跟戴麗玲的住家 今天是同步被搜索了 就代表什麼 代表檢調是有備而來的 他所有的東西 他不讓你等 剛剛那個雨萱講的很重要一點 我真的看不懂 你政治上來講 我也覺得 這個完全一點問號 就是你那麼重要的 對一個三組總統候選 拿到369萬票的柯文哲 你報仗有問題 你閉關兩天 六支都不出來以後 好不容易跟大家講 各位觀眾我們查清楚了 等那個記者會現場發說 木可公司聲明 大家傳閱一下 你到底是 木可公司記者會 還是民眾黨記者會 還是柯文的記者會 對不對 提醒檢調單位 要趕快搜索約談 然後木可公司還能發聲明 代表木可公司 還有另外十字可以影響的人 對 對不對 那是誰 所以我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沒有進到那個公司過 第二個 禮拜一 鍾小平才去告發 現在禮拜三 已經兵分七路 代表手 早就準備好了 早就在查了 甚至找到什麼 找到戴利林 米耀跟石勒 為什麼要頻頻發聲明自清 他們可能都有知道 所以你要當證人 好好的把所有東西 都講出來的證人 你才能繼續當證人 所以顯然 簡單現在目前是出重手 什麼東西都不想放過 那當然我們中華民國 是無罪推定的 你要去看 第一層叫做 有沒有亂暴障 有沒有違反規定 可是亂暴障只是其中之一 還有暴障的那個 所謂的商業會計法 可是如果涉及到 金錢的流動 是違法的部分的話 那又是另外的罪責 所以這事情 才剛開始還沒有結束 好所以 言鳳你說 柯現在實際上完蛋了 而你說柯現在是 三無老人 柯文哲其實自己犯了 非常嚴重的戰略錯誤 為什麼這樣子講 號稱157 結果在整個事件裡面 為什麼叫三無之亂 第一個 你在第一時間召開 你們內部的會議的時候 竟然沒有找專業的律師 第三方公正單位 你說禮拜六 你說他禮拜六在查賬 不是說我自己查就好了 要有第三方公正律師 否則那是沒有效益的 而且還要有第三方公正的會計師 不然都是你們內部 謝哲大會跟說謊大會而已 裡面唯一一個有律師資格的人 叫誰 黃珊珊 結果你們就全部都聽黃珊珊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柯文哲一直在講說SOP 他講說他智商157 第一個他非常笨 第二個是 他完全沒有SOP 完全沒有概念 這種那麼嚴重的事情 你當然要跳脫出你的高度了嘛 你要去知道 到底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該查賬就查賬嘛 第二件事情 開了一場無意義的記者會 大家在問你916萬金流 你就全部交代清楚就好了嘛 你自己還去查了之後 告訴大家說 不是916萬 我們是將近2000萬 15個漏報的 還有兩個誤報的 還有關鍵都是端木正的錯 都是端木正的錯 全部推給他 結果火越燒越旺 提油救火 第三個叫做什麼 無厘頭的直播 那一場記者會講不清楚 他又跑去黃國昌的直播取暖 想要讓小草說你們不要走 阿貝一直在這裡 他在講什麼 下一次的選舉 我要寫SOP 這個已經是做假葬的法律問題了 SOP監察院早就多年都有了 還需要你柯文哲 至上157來寫嗎 對不對 而且我跟大家說 你只要相信黃珊珊 七七慘慘 七七 真的假的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這樣講 還有一句話說什麼 挖刷幫 挖水水流 挖地條西地步 他就這樣的嗎 就是這樣 結果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過去 跟黃珊珊一樣有交手經驗的 而且是專業律師 他說他只要問到黃珊珊 關於律師的見解的時候 黃珊珊給的答案 永遠都會讓人家眼珠子掉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是政治人 他在思考的時候 他會先以政治操作為主 而不是向律師去幫你釐清問題 所以柯文哲 你一路的相信黃珊珊 那就難怪是這個結果嘛 即將一路的新節目 今晚之下